女人走进宠物店 对坐在地上的这个男孩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请求 男孩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会错了意思 得知他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认领一只宠物 两人来了办公室登记 男孩一副认真的态度询问他的个人信息 女人却无心回答 有意无意地和他拉近距离 言语尖尽是诱惑 单身了19年的男孩手足无措 怎么看女人都不像的好人 手忙脚乱地拿起手机 找了借口就要回家 这更加让他确定女人有问题 说什么都要自己骑车回家 汽车行驶在公路上 眼看着这并不是回家的路 他就要打电话报警 可却被女人一把夺过 直到在一处空地停下 男孩不知从哪掏出一瓶房廊喷雾 女人痛苦地走下车去 男孩仔细一想还真的有道理 用自然水清洗了眼睛 他解释了接近男孩的原因 男孩信以为真 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19年来第一次夸他帅气的女人 竟然是父母派来和他谈恋爱的 就在一天前 安妮因为拖欠银行债务被回收了房子和车子 自小孤苦伶仃的他还需要每天开车拉客挣钱 车子的收回可谓是断掉了他唯一的经济来源 机缘巧合中 安妮看到了一则特殊的招聘广告 内容大概就是演一场戏 报酬就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车子 而且还是一辆价值不菲的豪车 抱着适适的心态来了广告上面的地址 负责接待的是一对夫妇 两人就是先前男孩杰克的父母 同时也是这座庄园的主人 告知了安妮具体的工作要求 他们的儿子杰克从小就很宅 如今已经19岁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而且人还很内敛 不愿和任何人交朋友 安妮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成为杰克的伴侣 并试图改变他怯懦和内向的性格 有着丰富恋爱经验的他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自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 可直到他第二天设计遇到杰克 房廊喷雾的效果还没有下去 安妮提出了约会邀请 自责的杰克也不知该怎么拒绝 犹豫在三后还是同意了 骑着自行车离去 安妮露出了计谋得逞的表情 次日晚上 两人相约在了酒馆见面 安妮本想趁机给他灌醉 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但是 安妮嘴上没有强求 因为这里的服务员早已经被他收买 在不停歇的怂恿下 杰克还是喝掉了手中的酒 从酒馆出来已是深夜 沙滩的那边是无尽的黑夜和海水 得知安妮带自己来是要下海游泳 不等杰克反驳 安妮就已经赤身裸体到了海中 架不住安妮的温柔妖气 她也来了海里 正想办法培养暧昧氛围呢 就看到沙滩上有三人 准备拿走他们的衣服 甚至还言于挑衅 在杰克震惊的目光中 安妮去沙滩上教训了几人 并守住了他们的衣服 杰克非但没有感激之意 反而还责怪起安妮使用暴力 一股怒火油然而生 安妮气愤地回了车里 她准备放弃拯救这个懦弱的小男孩 但临走时却被拦住 不想过多理会 倒车就准备离去 安妮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接着发动车辆 就仿佛车头 完全没有杰克这个人存在 很快这一幕就被交警注意到 因为有过多次交通违规 再被抓到安妮将会被吊销驾照 为了还能继续靠开车补贴驾用 她一脚将油门踩到底 千军一发之际穿过了火车轨道 成功甩开了后面的交警 刚刚经历了这次级的一幕 两人也无心计较先前的不愉快 来到安妮家中落脚 杰克的后背因为海水产生了过敏症状 涂药时 她的神情严肃 对之前责怪安妮的事情做了道歉 然后讲起自己小时候的悲惨回忆 因为一些在外人看来不够男人的举动 杰克从小就被钉上了娘的标签 尽管父母家财万贯 但长期被那种言语侮辱 还是让他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 这也就是他经常宅在家里 不愿出门交朋友的原因 相比较人他更喜欢和动物打交道 安妮听后也开始同情起他 也是从这以后 安妮放缓了计划进度 决定开始一点点走进杰克的内心 遛狗 打电动 购物 短暂的相处 两人对彼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安妮发现杰克并非他父母口中的性格内向 而是对和女人相处这方面的经验太不匮乏 简单来说就是大直男 就比如眼前这两个礼物 一个头戴饮水器 一个幼稚的指环筒 即便是心中无感 但他还是表现出了收到杰克礼物的欣喜 随着关系的郁家亲近 他们开始了正式的约会 为此杰克还专门向家里要来了一辆家常版的豪车 西餐厅里 安妮有意让他当着众人的面弹奏一首钢琴曲 被杰克毫不犹豫地拒绝 他没想到安妮竟然真的敢 无奈之下来了钢琴旁 音乐声刚起 周围人就投去了目光 面对这么多人的注视 杰克开始紧张 安妮就在不远处用眼神给予他鼓励 他的动作和歌声逐渐放开 客人们不自觉地跟随着音乐的节拍扭动身体 歌声停 掌声起 安妮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一刻 内得在他眼中所谓的妈宝男竟然是那么的有魅力 杰克也通过第一次当众表演 找回了些许的自信 本来此刻挺好的氛围 却是被他的下一句话打断 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 到那时两人的距离将会变远 很显然 杰克如今已经把他当做了女朋友 并且是有着很深依赖的那种 安妮犹豫片刻 回去的路上两人不发一言 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们都对彼此有了情绪 相比较单纯只想和他在一起的杰克而言 成熟且需要挣钱还债务的安妮就会想得比较多 他并不想给他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 因为那只会让杰克在知道真相后更加的伤心 但谁也没能料到 杰克经过了一夜的深思熟虑 竟然决定为了安妮放弃去上大学的机会 父母肯定是反对的 可由于知道自己儿子的脾气 两人并没有直接开口劝阻 而是在杰克离开后向安妮打去了电话 你能把车子拿走 这段时间杰克的变化被他们看在眼中 心中对安妮满是感激 所以接下来他只要能劝说杰克去读大学 那么当初谈好的车子就可以给他 安妮接受了这个任务 为了生活他打算最后再骗杰克一次 但几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谈话 通过车内连接的父母手机蓝牙 全部一字不落地落入了杰克的耳中 震惊不敢相信 各种复杂的神情在他的脸上交织着出现 到了最后内心积攒了怨恨 他安排了时间让父母和安妮见了一面 看到他们表现得像第一次见面一般 杰克更加的失望 几人尴尬地笑出了声 见他们还在伪装 杰克提前离开了餐桌 喊来专业的修车师傅 想尽办法破坏了那辆 即将送给安妮当作报酬的汽车 再次返回家里他一言不发地回了房间 事到如今 杰克仍打算再给安妮一次向他坦白的机会 她没再多问 接下来在这里住下的两天 两人发生了关系 事到如今 他又怎么会不知道杰克已经知道了真相 安妮穿好衣服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这个解释听起来是那么的无力 谁也没有想到结局会发展成了现在这样 父母也认真地向儿子承认了错误 从这以后 杰克与安妮再没联系 大量的余期债务压得他整个人无法呼吸 平日里只能开着那辆已经半报废的车拉客挣钱 可终究是杯水车薪 姐姐因为看不下去想要帮助他一把 准备卖掉自己的房子换一座城市生活 安妮自然不愿意接受这份馈赠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他决定放弃房子重新开始生活 然而没有了房子的他 生活质量不但没有降低 竟然还出奇地轻松 用网约车正道地钱租了房子 将车进行了维修 现实生活从没有对待他如现在这般如此温柔过 乘车来了杰克家的庄园 他并没有抱着与杰克附和的心理 只想取得他的原谅 安妮一路追着解释 杰克不予理会 开车就准备离开 安妮学着最初她的样子跳来了汽车前面 汽车发动 穿过大门来了公路 接着换成了满是石块的小路 一处沙滩赫然出现在前方 杰克因为被阻挡了视线 将车直接撞向了一个烧烤架 伴随着他们的尖叫声 汽车开进了海里 杰克紧忙下车查看安妮情况 好在她并无大碍 安妮征求到了她的原谅 但也单单只是原谅 两人约定从此成为朋友 很快到了开学的日子 安妮开车来了庄园 她已经决定去杰克上学的那个城市生活 杰克明显疑了 这正是她在宠物店 做兼职时最喜欢的退休警犬 安妮决定收养她 到了那座城市两人一起照顾 虽然嘴上没说 但看杰克知道 安妮有了新男友后的反应 可以断定她还是爱着安妮的 而安妮为了她的学业 不惜换一座城市生活 也同样印证了 她也爱着杰克的事实 这对相爱的人相差十岁 但在真心相爱的他们眼中 时也只不过是一个数字 必则招聘广告 带着目的的蓄意接近 这部带有喜剧情节的 爱情电影送给大家 喜欢的点了关注 我们下期见